Hello 大家好 現在又是大家聊聊天的時候 話說我婆婆在台灣做 帶了蓮子和糕幾指回來 我用來煲湯 原來台灣的中藥材很好吃 蓮子又粉粉得來又有味道 我香港二十年都沒吃過這麼好吃的蓮子 但是很便宜的 另外就是 糾幾指又大粒又紅 又不會太酸又不會太甜 吃了的人都好像很不同 你有沒有覺得我有點不同 我也覺得好像有點不同 不過我幾天有煲湯喝 所以也很難說 我婆婆又喝了我的湯 我跟她說喝了湯會長生不老 引起她的興趣 她喝了 她跟我說很好吃 我連續幾天都有煮湯 順便給她補一補 所以我再重複一次 老人家要適時進補 但是要講方法 但是一定的補充 其實可以對因為 老人家所產生的問題 舒緩或者有改善的作用 說不定 說不定 你這樣做一下做一下的話 有些方面可能 比年輕的時候沒有進步 就更加的效果 那另外呢 就是 這個就是 我朋友做的 白雀茶 我講過 我有興趣入 Russian El Grey 我覺得Russian El Grey 如果推一推 應該是十分之好買 但如果你說 中國式的茶 在美國來說 還未成氣候 尤其是在德州那裏 你現在可以紅其他的茶 但是你如果要 說烏龍硬茶 什麼那些 暫時還要一段時間 就是推廣 還有要教育一下他們 他們才會接受這套 除非你是喝茶那些 否則他們都是 買日本那套抹茶 其實我自己 喜歡不喜歡喝抹茶 偶爾喝好像幾好 但是如果你正式喝 這麼多規矩 就 又想人生少些束縛 這樣 就能喝中國茶 就比較好些 其實中國茶 也有很多樣化的 台灣茶也可以 我台灣茶的最愛是 東方美人和 文山包種 我覺得 你如果要找到好的 真的很好喝 所以你要有洞路 懂得找 你才可以找到好的 真的很好喝 所以我打算 現在還未有時間 因為我還在推薦 那些珠寶首飾 只有我一個人做 我遲些有時間 希望下半年就可以推茶了 推台灣的東方美人 文山包種 和烏龍茶 中國福建的烏龍茶 就是 就是 我覺得 在美國 癌茶 除非你是清淡 做到 是清淡 一派 他們就會喝 否則的話 因為美國人 十分是忌咖啡 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 那麼忌咖啡 我真的有點不明白 他覺得 咖啡是引起 information 也是的 都會引起 information 但是 information 如果你有上過我課 你就知道 有好的一方面 只要你不出boundary 其實它是好的 可以構成一個好的一方面 你出到boundary 無論是實火虛火 都會構成一定的影響 但是這些可以有補救方法 你不是發生了事 就因為在等身體自動調節 有時候自動調節不到 你一定要有 intervention 那不是吃藥 那你就可以用一些很天然的方法去處理 以後有機會 我或者會給一個workshop 或者webinar 就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樣可以去做 這樣 就是 你刮沙是一種 但是因為我自己學香薰的 所以 你加上香薰之後 你用刮沙就有點不同 所以 這裡就有一些 不同的東西 以後有機會 就跟大家分享 所以 你看一下 你自己多了哪一套療法 是作為自己的 自己的 自己的 你採用香薰 你就跟傳統中國式 但是 單用的東西 就有不同的用法 還有 得到的作用也不同 舒適感也會不一樣 你不是說 用香薰好像很舒服 你突然轉了去TCM 即是 中醫療法 人家這麼辛苦 又有rock feeling 要幾天 整個禮拜 是否有問題 其實未必是有問題 因為 只是 protocol不同了 你知道嗎 所以 就帶來不同的效果 比如 你吸引 你噴不噴花水 加不加精油 跟你吸引 也是不一樣的 效果 還有 個人身體不同 有些 就算用精油 他們都可能會有一兩天 rock feeling 這個是正常的 就是某一些 因為你動動過身體 你身體很多 例如 毒素 那些 全身運行 這樣 要排出去 那 所以 也要時間 這件事 你有幾天不舒服 其實 是一個 十分之正常的反應 所以 你千萬不要 因為 你可能要有一兩天 不舒服的反應 你就放棄了這件事 因為 如果你是 做一個深度的治療 的話 你要撐一段時間 你才會得到一定的效果 你每一兩次 就會見效的 所以 持之以行 都是 就是 保養 或者是 抗衰老的 一個十分之 重要的 factor 就是要持之以行 就是要 persistent and perseverance 那 所以 就 好像我喝茶 我喝了很多年 我都說過 我就 吃中藥 那 我不是每隻中藥都吃 以前有些中藥都不能吃 吃到飽瘡 那些 吃中藥我都吃了幾十年 最後又用了25年 我說過 對 最後又用了25年 那個效果會不會 因為我用了之後不同 我覺得 或多或少都會 就是 女人不好 很容易老的 就是 我這些 早期就先保定 先 打好根底 根基 都可能會碰過其他人 不是我百毒不侵 可能 只不過 我自小就 因為體藥多病 所以 我較早接觸藥材 那麼幸運 就遇到那些 接觸藥材 那些 又可以 打好根本 這樣 會變成 抵抗力強一點 那 再加上 我經常遇到 那些 即是 又遇到一些 又可以 互助身體的強壯 那樣 例如 那個 infrared 那個 我也是較早期去試這件事的人 接著 我又發覺 那裏有一定的 benefit health benefit health benefit 其實 好像 我那個 症癌病人 他做radiation 他做radiation 現在做radiation 他就不是做那些 因為可能他年紀大了 所以沒有開到那個 intensity 太大 其實要徹底 還是要燒焦 你不燒焦 始終 不燒焦 但是他也因為年紀大 可能醫生也不想他辛苦 你知道嗎 那 他就 又來做治療 所以他整個過程其實挺舒服的 我說過 他沒有頭痛 沒有暈 沒有咬 只是 還是身體弱一點 再加上他 因為 你知道有癌症 你就偏向素食 就不吃肉 那你不吃肉 就更加無力 對不對 那 還有 他是比較弱一點 還有 他的身體 他告訴我 好像 要經常喝水 那樣 但是這個 就造成一個問題 就是 變成一個 小腿水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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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上面那些就 就掉在一起 就是變成這樣 就是 你所以在癌症期間 你要不要做一些身體活動 其實是需要的 因為你要 adjust 你因為做了 radiation 或者 chemotherapy 就是產生的副作用 那你也要adjust 就是如果你以中醫來說 到時又不知道經歷哪裏有閉塞 又不知道哪裏有出現問題 哪裏有出現問題 哪裏有出現問題 就是 所以你就要 解決這些事情 你解決這些事情 都未必100% 去到你沒事的時候 但是就會 好很多 還有你再應付下一次的 radiation的時候 接收效果又會更佳 接收效果又更佳 接著你產生的問題 也會少 因為你的問題會 accumulate 如果你做了五次之後 你是沒有adjust到你身體的話 你會更辛苦 接著你的收效會越來越少 這件事 可能也要研究人員研究一下 怎樣配合 因為你不是說你做做 因為很少人夠膽 你在治療期間 去做 夠膽幫你做那個body work 他通常都是 你做完之後 等不知多少個月之後 才開始幫你做 這樣 所以這些如果有些study 去support 這樣 所以就會令人夠膽 做那個當然是夠膽薄 反正都是在最多膽薄 最多膽薄 最差的情況下 但是 做那個治療師會很害怕 到底你那個時候 你應不應該刮沙 這個又是一個 好考究的問題 我當然知道 你要刮沙的深淺度有多少 但是 這些最好是有科學的 研究 他們現在做事很快 我講過 就做 測試也比人更快 幾天之後就出門了 所以 加上 Ela Didi 我講過 他那隻東西 當然是想學那個 Rosemary Chemotype 就是Alpha Panning感 加多了Anti Inflammatory的份量 那 他 種種病都有 看到 有好轉的 因為他有 Anti Inflammatory 你知道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成分 就是 抗發炎 我們身體就是 Pro Inflammatory 你如果有聽過我的Webinar的話 所以你怎麼都會起到一些作用 問題是 你能不能夠根治 就是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變成 你可能時不時都要吃飯 或者要用很長的時間 但是 我只是想說 可能 他那隻藥 大家不要試 不過是跟 那些 做這些的人說 可能在治療期間 吃他那隻藥 都或者會有幫助 不過 他們都會 學習在這裡 他們好像已經做了23個學習 你有沒有可能 這麼短時間 做這麼多學習 當然 藥十分超有效 超有效 就是Anti Inflammation 原來 最主要的 Base 就是Anti Inflammation 然後 你的Base 是Anti Inflammation 每一種病 再 因應不同 就 由一隻藥 這樣 但Base 可能70%是Anti Inflammation 的 那 只有15% 或者10% 是糖尿病 這樣 就是 這樣 認制裁 你有那個Base 的Base 在這裡 就是 剪剪剪剪剪剪 對著不同的 不同種類的病 這樣 我覺得 他是行這種方法 另外 就是 對 就是 這件事 就是 我又看開那個夜奔分 那 就是 牛雜 好像沒有那麼好賣 但是 魚蛋 它好像轉一轉 又回頭 就賣了很多 魚蛋 就不是很多 剩下 就是我看的時候 說不定是 剛剛倒下去 都不定 所以還有多少 就是 你做夜奔分 你有一點 考慮 就是 現在應該有很多人 是吃了飯 在家吃飯 才出去 所以 他們 通常 就吃一些 比較 通常 就吃一些 比較 軟的東西 和比較便宜的東西 再加上 現在經濟環境 不是 那麼利買貴的東西 大家都要 看著 那些荷包 經常說 誰有撤資 誰有撤資 這樣 那 就是 冒陰中 有很多人 要 沒有工作 就是叫一段 失業的日子 但是沒有工作 又怎樣 心中苦悶 總要出去逛逛 這樣 就是可能 他們現在 你搭 搭 車去那裏 都可能很便宜 這樣 那裏好像也是免費的 不收日常的 那你 那你 刺串魚蛋 吃一下 又可以跟別人聊天 這樣 又行一下 呼吸一下 那些空氣 看看周圍那些東西 人的心情都不同 你花多少錢 十元 你十元就可以達到這個效果 你幾日去一次都可以 就算是實業都 就 即是或者你吃八成 飽 這樣就算是魚蛋 這樣就可以 這樣 那你 都是你吃飯 吃飯那頓飯 所以 我覺得 你要計算 現在的人 就 不會吃太 不會兇肚去 當然也有人兇肚去 你這樣的環境 也有些人的經濟是比較好的 可能會控肚去 但是更多的 只是 吃一些 的 的 這樣 即是 你五十元 一本牛雜 他第一天就買得 挺好的 這樣 但是接下來 就 好像 好像有點靈有不計 我覺得 即是 當然他說 他說他帶了很多去 這樣 但是你也是 預算你要買完 的 即是 我就這樣看 再說 你做小的食品 其實你可以把食品做小的 即是 譬如 好像一個蛋卡 這樣 你不用做到這麼大的 你做到 再小一點 小一半 都可以 都會很多人買的 即是 你去到 你自然就會想買些東西 這樣 吃一下 這樣 因為吃東西 都是開心的 都是開心的 你不要說 所以 即是 好像那個 土耳其咖啡 那樣 就 好像 很多人排隊 那樣 即是 我想咖啡 喝慣Starbucks 就想試一下 即是 Turkey Turkey 那些 試一下 另一種 味道 這樣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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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就應該把那些食品 就 不要大份 買出去 就 細細份 買出去 其實你細份 買出去 可能你最後買單 你的錢更多 你大份買出去 所以 不妨想一下 因為你要預計 有些人是吃了東西才去的 即是 有些人 現在我不知道會不會太高 有些人可能會太高回家 即是 有些人就在那邊吃 即是 但夜市 為何這麼旺呢 我講過 因為經濟不好 又多問題 又對前途不明朗 總會心中苦悶 心中苦悶 最佳的話 就不能出去吸空氣 即是 又跟人聊聊天 走一走 即在那裡 又開了心心 沒有人提拼 即是 學樂而不為 即是 即是 再加上 你這個 有點 台灣風味 的 特色 在這裏 令到 更多人想去 因為有些人 可能要省錢 不去台灣 連台灣都不去 那 就行了 但我想跟大家說 台灣的中藥菜 就十分之 Quality好 亦都十分之好味 即是 無論蓮子 九幾子 我相信紅棗也很好味 即是 即是 但他們的價錢 比香港 比香港 更便宜 比美國 即是 大家有機會 不妨試一下 這樣 看看我講得 對不對 這樣 我覺得應該去 好過日本 即是 不知道怎麼做出來 即是 又可以找到這些 這麼 這麼好的貨 又這麼值得買 這樣 即是 可見得 即是 為甚麼台灣人 這麼懂得保養自己 這麼喜歡保養自己 又老得慢一點 其實 跟這裏 都可能有關係 你不可以說沒有關係 又講到 布松那裏 布松那裏 有一個島 日本有一個島的人 特別長壽 他就說他們是喝tumeric 因為他們很喜歡 將tumeric 沖水喝 但我覺得不是 因為那個年代的 日本人 他們 都是保養得十分好 而且老得特別慢 即是 連這個 骨頭髮大 都是慢很多 即是 你知道人老了 骨頭便會變形 即是會 變形 但那時候 他們 都是 臉骨 是比較 一般 其他國家的 是小一點的 即是 你知不知道為甚麼 我猜 我猜 跟他們 喜歡吃魚有關 因為 我不知道是不是 那些魚膠蛋白 或者是深海的 魚膠蛋白 是 特別好的 即是 好像她奶奶 皮膚也好 即是她的臉骨 我知道還沒倒下來 還很想 她已經八幾歲 已經 但她很喜歡吃魚的 如果天天有給她吃魚 那隻就天天去吃魚 她除了魚之外 就沒有其他東西吃了 然後就有蕃茄特胡湯 其實不是蕃茄特胡湯 又不會是蕃茄特胡湯 那一定是吃魚 即是 再加上 她的 她的 父母 她的父母 我講過了 即是 她過了小孩之後 她的年輕 容貌 在她的社群中 都是一直被傳下去 她也很喜歡吃魚 你知道嗎 但我講過 她又燉一些 燉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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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燉意米 即是煮的意米水 天上喝 都喝 聽她的另外一個 stapsun說 她就很喜歡吃那個 靈芝 更是較貴格的靈芝 這樣 就是來保養她自己 他插的耳杰班牙是很漂亮的 因為他們那個年代是受著日本風氣的影響 我講過了 我奶奶的爸爸是第一代 台灣未寶送去日本學醫的批 所以他們跟日本的關係很密切 學了很多日本的飲食 所以我就是覺得他插的耳杰班牙是十分漂亮的 很多那些名師都比不上的 顯露出他是藝術才華 不過他可能都是天堂 我猜他可能都是天堂 所以我就想說這一點 Blue Zone那裏我覺得不是吃超武力 是應該是吃魚 尤其是他們吃很多的魚山 那些深海魚的 現在不能吃了 放牌污下去 你不要看 那些魚膠蛋白是十分重要的 在人的身體的synthesis裡面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樣 不如研究一下 好像阿拉美 他以前就說專用那些深海的 Seaweed 還是什麼 來做 Fermenting 又做 Anti-aging 但它 Anti-aging的產品是做得很出色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跟這個 有關係 深海的產品 是比較 Cafea也是 Cafea那個品牌 它都是 講明是深海裡面的Cafea 所以 所以 深海的產品 可能是對 Anti-aging 十分之有效的 這個 不知道大家可以 研究一下 看看是不是這樣 所以 我現在在喝那個 就是白鶴茶 原本我就想著 可能會買到十五元 兩盎司 我看是買不到 十元兩盎司 已經去到盡了 如果十元兩盎司 可能我都沒有什麼錢 就是 內涸的茶葉 就越來越貴 沒有辦法 它這次呢 其實是用了那些 較好的 較好的 Black Tea 來做的 出來的茶 內涸現在的人不是很講究 Quality 我是喝得出 我Appreciate 這件事 因為你聞出來都不同 跟上一次那個 但是 那些人 那些人 你喝什麼 有Great 就是靠香氣吸引人家 就是 香味 比Quality更重要 就是 它就搞到 Quality更重要 那些香氣 就 賣不到高價 你反而香氣 如果你做到上次這樣 你可能還賣到十五元 就是 你現在那個 Black Tea還是Red Tea 這樣就 高級了 貴了 但是呢 你反而賣不到以前的價錢 這個呢 跟香味呢 是 十分之有關係的 所以呢 要 就是 因為我賣過這些 我知道那些人的選擇 是怎樣 他們寧願要的香 而刺一等的茶葉 都不想要高等茶葉 而不夠香 我兩樣都做過出來的 偏偏的人呢 只是選香的那些 你知道嗎 所以 買茶葉都很講究 尤其是 你在美國呢 你很難 convince人家 第一次 你又沒接觸過 就要買你的茶葉 你就唯有靠 aroma 去吸引人家 這樣 所以呢 你如果你的blank 做得的 香氣特別 會吸引人家呢 是 會影響人家的 求買 應該就難些 就是我講的 順風順水的時候呢 就比較 是你一定 靠香氣 你說公用沒有用的 因為人家要試過 可能要試幾次才知道的 他們只要靠香氣 來決定買 或不買 所以呢 他可能用了十次之後 才會給高價錢給你呢 他認同你這件事 是值這個價錢 來跟你買 而頭那十次呢 他還在試驗那階段 他只會給你便宜 所以呢 你只能夠 十次之後呢 才加價 你就不能夠在十次之內 就加價 這樣 這個呢 就是我 賣精油 和買blank 或者賣 skin care 得到的 其實 那個 rose cream 如果明年買的話 我可以再加兩三元 都可以的 我可以連加加到十元 這樣 其實都是有點和味的 Returns 所以 你投幾次 你一定要 虧本給別人 直到 最重要是 別人肯去試 肯去用 肯去認同你 你再給優惠 兩三次以後 再加價 這樣 大部份人都會買飯 因為你不是加很多 加兩三元 這樣 所以 就這樣 好像我的 chest rug 那樣 我現在呢 就 賣二十g 二十g 就五個 五元 這樣賣出去 其實 那些精油都不便宜 所以你不要以為 買五元二十g 好像賺很多錢 其實沒什麼的 但是這些 用少少 就已經很有效 那 我想說 我相信 明年 我就可以開始買 那些 貴價的肉 而也會有人跟我買 因為 我發覺 他們接受了我去做 這件事 和認同我的眼光 和我的解說 或者是 那方面 他們都覺得 我不是說 只是賺錢 那樣 那 所以 尤其是肉 你肉起這些 你國際標準沒有什麼 你不同的 GIA 那些 GIA 那些 你有個國際標準 你去驗一驗 那你又知道是什麼 可以拿著東西 去講價錢 那些 你肉那些 你就是 唯有靠信任高的人 所以 你去跟他買 這件事 就是 我現在 已經發展了 就是 比較 affordable 的 affordable 之上 又再貴價一點 就是 Metal那些 我又發展了 那些 房製那些 玉石那些 又做了 那 其實做房製 玉石 平一點也好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 那些人可以先試了 試了才知道 相不相親自己 自己喜歡不喜歡這類 再投資更大的錢 去買那些真的回來 所以 再加上 我現在又做了 就是 真花那裏 就是 有多樣化 這樣 真花那裏 我明明要開始加價 先加3元 接著就加到20元 慢慢 希望明年就加到30元 一年裏 就加到30元 沒辦法 因為經濟不好 沒辦法 一次過 就增到這樣 再加上 人們沒試過 不知道那樣東西 會否長不長 又不知道會否掉色 又不知道會否敏感 又一大堆東西 你只能夠用價錢 吸引他們去先試了 然後 他們覺得好了 那你才慢慢再調整價錢 高檔一點 那裏又做了 那裏已經開始為人接受 那些人都很喜歡 也都開始不覺得 那是一個 貴的價錢 他們開始覺得 那個價錢也十分合理 那樣 定得 那 那個 明年下半年都要開始加價 不加價錢 我沒有可能長期這樣 虧錢貼著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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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賣我賣的肉 因為我那些應該很容易被人接受 所以明年可以增多肉器那邊 或者馬腦那邊來賣 香薰鏈那裡 或香薰那裡就開始為人接受 雖然市場仍然不是很大 但是都開始為人接受 他們也開始買了一些精油 覺得用這麼少就沒所謂 用很長的時間 他們也投資 所以我又會入一批 最慘的生意應該是 Diffuser和Nebulizer 因為你用的精油 即是Consumable Consume一件東西的成形 60滴精油 用60滴精油 就算用3至4天才用完 你也會心痛 所以我覺得 Nebulizer和Diffuser 反而那個 好像Dumpling那個 就有得想 一來小孩喜歡 你用兩滴就可以了 兩滴可以捱一天的 那才可以做 那才可以做 所以你現在 用的精油 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 做那些Nebulizer 沒得說 一定要用這麼多 也沒辦法 因為那個Diffuser 你一定要用一到兩滴 就已經可以在一個 regular room 他們還是會去買 你用到10多15滴 就不行了 你用客廳 你最多沒有5-6滴 那他們也會考慮 你用到10多15滴 20滴 就不用想 如果買Nebulizer 還要我送精油給他們 我送12ml 就是Essential Ess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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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給他們 不過我相信 他們用了之後 是回不了頭的 因為無論在香氣 Concentration 各方面都十分好的 再加上 現在出的 又 低聲 很多 不像以前 掛掛掛掛掛掛掛的 其實就掛掛掛掛掛那些 都可能有共振的功效 所以你不要說掛掛掛掛掛就不行了 還有 它的粒子很細 這樣出來的 我相信買過的人 最初是Doubt的 但用過之後 就覺得真的很好用 而且應該偶爾都要用回 就算他不用 或者用電瓶手偶爾都會想用回 真的不同的 聞出來的味道是特別不同的 特別香的 特別好聞的 那個好像那個 花花市市場的Manager 她那個女兒都說 用的那些 不知為何經常見到 就很想滴多滴 滴一些精銀下去 然後又開 真的會上癮的 你問Nabilizer 現在就不用了 因為貴的 變成精銀很貴 你知不知道什麼 省得省得省得 因為你們Future is uncertain 所以你就沒有辦法 所以你一不用Nabilizer 一不用Defuser 對精銀市場影響十分之大 所以精銀市場暫時都不比較 可以一點 大家不妨點 但對我們來說 有好處 因為可以買到便宜的精銀 但問題是 這些精銀 我覺得沒有以前貴的時候 就這麼好 所以 都是一分錢一分貨 你要他們做Quality Upgrade 你都要有足夠的錢 吸引力 讓他們覺得 要投資到市場上 所以它 Upgrade 它的Quality 你又要 Upgrade Equipment 對不對 有很多東西的 不是你們想像中那麼簡單 就不是想像中那麼簡單 我覺得我今天好像年輕了 不知道是不是喝了湯 吃了台灣的蓮子和九幾指的關係 不用吃很多 但我覺得挺有效的 那些蓮子和九幾指 又吃到想忍 又想每天吃 因為真的太好吃 所以你們有機會 找到台灣的中藥材 不妨進去試一下 我 說到後來 我都會 進這個 做這個藥材的市場 所以 我一定會做這個藥材的市場 所以 到時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 即 接下來 都 不是那麼容易說 大點也好 我覺得 保持一份積極 樂觀上進的心 去看將來 還是 我覺得 怎麼都有那些行業 是比較特色 還有那些 怎麼都有那些收入比較好的人 會買的 就算收入沒那麼好 都不要緊 他們會儲錢 你知不知道 在美國最好 就是有政府養 所以 很容易拿到政府的錢 如果是這樣的經濟環境 如果是這樣的經濟環境 拿到政府的錢 到時不睡 都可以慢慢儲 儲 儲到差不多 覺得要買東西 就買東西了 就買東西了 這樣 因為你如果做Networking 你有沒有收效 你少少 投資了10元 連1元 2元都找不回來 這樣 他一兩次就不會去的 這個時候 你怎樣都要Transaction 尤其是大家等錢花的 你一定要Transactional 很多東西都是 而且你通過Transactional 可以認識一個人的 一樣 都沒有說不行 所以 我覺得 和Transactional的人 經濟好些 因為 舊事潰舊現實 又肯去剝削別人 那些 經濟是富裕一些 比起那些 只是說關係 那些 都各有各好的 這個世界 這兩邊的人都存在 但是我覺得 懂計較的人 是富裕一些 即是 講關係的人 要靠上天 多一些 那好吧 今天講到這裡 那些人 好嗎 走 那些人